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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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喜歡追劇 我是屬於那種 要看的話就要一次性追完的那種類型 我嗎 我喜歡追劇 平常會看什麼類型的劇 其實我一般看古裝玄幻的劇會比較多 視頻軟件 我肯定是用愛奇用的比較多 看到盜版的影視資源被搬運 如果我不小心點開的話 我肯定會立馬把它關掉 然後我就不會去點 然後就是會覺得我們要一起 共同抵制這些盜版的 視頻吧 嗯其實我在生活中不會遇到版權的問題 因為我生活圈一般上是舞蹈圈子嘛 然後在舞蹈圈的話 其實大家一般都會比較尊重原創者 對 混沌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我哪裡都想去 因為其實現在還有很多地方都 疫情還是挺嚴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然後注意安全 對 和粉絲呼喚了靈魂等一下 我一定會趕緊上線 然後看一看現在的劉軍在幹嘛 嗯 其實挺好奇的 但是我覺得這是個人隱私吧 嗯 不太好 過於的好奇 和粉絲進行比賽 肯定是模仿劉軍啊 模仿我 嗯 底下的評論我有留意過 嗯 應該深刻的 我記得之前看過一個 就是 小姐姐你好漂亮 嗯 對於那句話我想說就是 嗯 大家不要危險發言 小號 沒有吧 就算有微博 讓你們知道 嗯 看微博的話 我覺得會關注就是 現在 時下的新聞比較多 對 嗯 可能自己本身從小就喜歡 跳舞 然後很愛動吧 然後 家人就會覺得 嗯 你那麼愛動肯定很愛跳舞 然後就把我帶去學習舞蹈了 對 從7歲 嗯 除了吃飯 然後 轉場 睡覺 剩下的時間都在跳 對 哪一個動作比較好練習balance 嗯 我覺得舞蹈這個東西 其實沒辦法速成 對就是你得 把心態放平 然後一點一點從基礎開始慢慢的 練起來吧 沒有具體哪一個動作說 能夠讓你一步登天 對 我最近喜歡一個舞蹈作品 是 由一個 編舞老師 另一個 編舞老師 Kai Hanagami編的 一個作品叫 Move Together 對 女團舞 最近來關注的不多 但是我腦海裡面能想到的 就只有 對 對 影視解說作品 影視解說作品 以我的判斷我覺得應該是 是 對 對了 原有視頻 然後進行二次創作的視頻 原有視頻 我覺得是 不是嗎 為什麼不是啊 就是原創者 就是原創者 然後就授權給你 然後進行二創 打擊到版的過程很長 然後有很大的成本損耗 然後也是 A是 是 B是不是 我覺得肯定是是啊 A是正版的影視資源 無人問經 然後B是 影響後續的影視開發 我覺得其實 A跟B應該都有 但是其實可能B會更嚴重 是不是很聰明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正版影視資源 並且如果遇到侵權情況 請利用相關圖性 合理維權